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英國內政部剛好公佈了BNO護照持有人 移民往英國的新途徑 今次這趟5加1計劃 不僅會為及到308萬BNO護照持有人 而且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配偶和子女都一同受惠 我們現在簡單看看究竟如何申請簽證 以及哪些人能夠受惠 首先這個簽證可以在網上申請 申請的時間是從2021年1月開始 而且申請地點不限 換言之只要是合乎申請資格 無論身處在全球哪一個角落都好 都可以上網抵交申請 今次BNO簽證的年期分為兩款 第一款是初初30個月 戒滿以後可以再延期30個月 第二款是一入境時一次過申請5年 所有獲得BNO簽證入境的人士 可以在英國當地工作和學習 但是無法享受到任何社會福利 當住滿5年以後 就可以申請英國永久居留權 擁有永居權12個月以後 還可以申請入籍英國 到其時 住滿5加1以後 BNO護照就可以變成BC護照 要獲得BNO簽證資格 首先需要證明曾經擁有BNO身份 今次這份文件說明了 不需要擁有一本有效的BNO護照 即是說就算你已經不見了一本護照 或者是你的護照過期很久也好 只要你在入境時 提供到你自己的個人資料 英國內政部門就可以查核得到 這份文件還說明了 就算你持有特區護照入境 也是沒問題的 只要你在入境時 跟相關人員說清楚就可以了 當然在這份文件中 也有提及到 若然你是持有一本有效的BNO護照入境 當你要申請BNO簽證時 程序就會比較便捷 因為不用別人查來查去 還有什麼的申請資格呢 這個5加1計劃 除了要擁有BNO身份以外 還有就是要通常居住在香港 以及能夠支持得到自己在英國居住6個月 即是說財政狀況要夠穩健 另外即使不懂英語也好 仍然是可以入境的 只不過在入境時就要作出一個承諾 就是在這5年期間一定要學習英語 因為當BNO5年的簽證期戒滿以後 其實就要做一個英語測試 若然在這個測試當中肥佬的話 就會拿不到永久居留權 但是這份文件沒有寫得那麼仔細 究竟肥佬之後會是怎樣呢 因為我相信英國政府其實也假定了 當一個人在英國生存了5年那麼久 若然是不懂英語的話 不如別去吧 所以人家就是假設你 經歷了這5年一定都會懂英語的 好了 就是這幾樣的申請資格 當然還要付錢 包括了 就是這個簽證費 就是2389磅 另外還要交一個5年期的Healthcare 就是醫療保健費 每年就是400磅 故此如果要簽證夠5年的話 就要交2,000磅 這裡就已經說4,000多磅了 就是4萬多元 其實這一筆錢就當破財黨災了 因為如果你真的走去英國 本身要搞什麼投資移民 或者搞其他的移民的話 根本上所要求的資產審查 更加只是給這筆錢 多出100倍都有資 所以這次其實是非常划算 實請就是一個廉價的移民途徑 好著數 實請這次的5加1 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第一 就是幫BNO護照的持有人證明了 以往英國的官方文件 一般都稱之為BNO Passport Holders 即是BNO護照持有人 但是現在這一份文件就說明是BNO Citizens 即是BNO公民 其實就等同升格了 因為現在公佈這個5加1計劃 都是要鋪路給這群人 來入籍英國而已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什麼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變相的廉價移民 因為根本上就沒有設置到任何的資產門檻 但在這份文件當中 其實也是說明了 當你要申請BNO簽證 5加1簽證的時候 就要提供一些文件 清楚地顯示 自己有能力在英國居住6個月 以及支援自己的生活狀況6個月 這個我覺得很合理 起碼你在英國的時候 頭6個月 又要安頓好自己 又要找地部來住 又要有些時間來找工作 或者找學校等等 其實我覺得這個規定都相當合理 而且亦都定得很寬鬆 因為在這個規定裏面 說明了 你不一定要租屋住 若然你是證明得到 你在英國的親戚或者朋友 是能夠提供一個地部給你住的話 寫封信其實就已經是一份證明文件 而且別人亦都沒有明文規定 究竟你在戶口存接裏面有多少錢 才可以頂到6個月 已經是很寬鬆 我相信只要是一個合理的數字 不要說戶口只有幾個港幣 可能他就不批 可能有快一萬幾千元 實情一定有 因為一般人去拿回MPF 那裡已經說是5、6位的數字 所以我相信 他的審批都會很寬鬆 還有一個什麼特色呢 就是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就是 為及到97之後出生的香港青年朋友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擔心 英國說明18歲以下的子女才可以為及 現在不是 不設年齡上限 反正你在1997年7月以後出生 而且你的父母是擁有BNO護照的時候 父母其中一方 你同樣都可以申請5加1的簽證 當然 如果你說沒有父母其中一方都沒有的時候 那真是抱歉 同樣是不能夠受惠的 但在內政部的這份文件當中 亦都有提及到 若然這些青年不能夠受惠於5加1計劃的話 他仍然可以申請一個叫做青年流動計劃 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青年都可以申請 每年就有一千個位置 實情就算沒有BNO護照也不必氣餘 起碼來說 加拿大、美國和澳洲 都會接收香港人才 澳洲方面已經說得很清楚 只要你去當地就讀的話 畢業了以後 5年之後就可以申請永居權 以及入籍澳洲 當然有些人就說 容易去讀 可能已經30歲了 不要緊的 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如果真的很有心一定說要移民的話 去澳洲也是一個選擇 可以去當地讀護理系 而且在澳洲讀護理系 就沒有任何的前設 就不像香港那樣 你一定要就讀理科 或者一定要就讀某一些科目 才可以讀護理系 澳洲就沒有這些東西 而且澳洲方面 那些護士都相當之學士 故此大家又可以考慮一下這些東西 當然這個是說好恨酒的人 若然說在香港都好吃好住 不需要考慮這些東西 最後就想說一下關於離境限制 很多人都會關心 就是坐移民監 究竟這個BNO5加1的計劃要坐多久呢 在這五年裏面 這份文件寫了 為了在五年之後 有資格獲得永久居留權的身份 這個BNO簽證的持有人 必須要符合在英國連續居留的規定 這個規定就准許在任何十二個月之內 最多離開英國一百八十日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一年都是只有三百六十五日 十二個 calendar month 十二個月份 可以讓你離開一百八十日的話 實情就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很寬鬆 而且這份文件當中也沒有說明 究竟在這五年之內 你累計是可以離開英國幾多天 因為一般有規定 比如說在過去五年 你不能離開英國超過四百五十日 你除了開 大概每年九十日 每年就不能夠 除了開是超過三個月離開英國 但是這份文件是沒有寫的 不知道是沒有相關的規定 還是怎樣 如果沒有這個規定的話 就寬鬆到不得了 即是說在這五年之內 根本上你有一半時間在英國 就已經是搞定了 你說是不是很便宜 是不是真的廉價的移民途徑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是否是最終的定案 即是說十二個月之內 最多離境一百八十日 但是若然是的話 就比起很多其他類型的英國簽證 都是較為寬鬆的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